那柯文哲呢 因為金華沈案遭北越裁定積壓境界 但如今民眾黨立月黨團主任 陳志翰另開新戰場了 他質疑新竹馬屆兒童醫院的容積率 從百分之兩百五十 暴增到百分之四百五十 要全國一起來查圖利 但是也被民進黨新竹議員回轟 說已經喪心病狂了 對此陳志翰他上午親上火線來對決 強調是要司法別雙標 百分之四百五十將來會透過政黨協商 絕對沒有問題 陳志翰公開在PE前新竹市長林志堅 通過新竹馬街兒童醫院 容積率從百分之兩百五十到四百五十 有爭議 更出示當年院方董事與院長之間 法律訴訟裁判書卻變相證實 院方高層曾表示和林志堅吃飯 得到親口保證 卻讓林志堅超不滿 臉書痛皮抹黑 說容積率調整合乎法規 放上最高行政法院判決 還說將採取必要法律行動 救人命的建設 但現在卻被民眾黨的政客拿來消費 為了合理化柯文哲 救財團的貪污行徑 這些人喪心病苦的 內政部的獨委會 當時的次長花敬群很明確的說 他認為這當中有圖利的問題 當年民眾黨新竹市議員 在議會殿堂公開前內政部次長花敬群英黨企圖佐證 內政部曾經認為可能圖利 綠白之間也再度隔空大戰 而是司法檢調有沒有雙標的問題 建華城容積率爭議頻頻挨打 民眾黨決定另開戰場 只是選擇醫院BOT案 對比建商格案 能否轉移外界炮火 卻恐怕得先面臨檢視 記者聲鼓強彭宇德 他會報道